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周深爆红。 内地歌手榜前5总榜前10,逆袭登顶秘密大揭露。 周深,作为一位内地歌手,最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,因为他在内的歌手榜和总榜上的排名逐步攀升。 位列前茅。 今天,我们将深入探讨周深排名提高的原因,以及他在华语乐坛的特殊地位。 首先,让我们来看一下周深最新发布的OST《艺人之下》电视剧主题曲《时间之海》。 尽管歌曲的实时听众人数目前还不算特别高,仅为5801人。 但这个数字的提升对周深的排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 在当前的音乐市场,歌手新歌发布后短期内的及格线大约在5000附近,而歌曲是否能成为爆款主要取决于歌曲本身的质量。 周深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,一直在音源数据方面表现出色。 此外,他的参加音乐综艺节目也为他的排名提供了助力。 在这些综艺节目中,周深翻唱的歌曲能够稳定在8000家的实时听众人数,如果选中的歌曲符合大众口味。 那么这个数字还有望冲向12000。 因此,周深在一众年轻歌手和纯歌手中已经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存在。 其次,周深的底盘相当稳固。底盘是指歌手拥有的爆款出圈单曲数量。 周深目前有多首音源数据较好的歌曲,包括启封了《人世大鱼》和《花开望幽》等。 他们分别在实时听众人数上表现出色。 此外,周深还有许多实时听众人数在1000、2000之间的歌曲。 综合来看,这些数据为周深在华语乐坛的高排名提供了有力支持。 然而,我们也能够看到周深目前的欠缺之处。 如果他希望朝着成为顶级歌手的目标迈进, 例如像周杰伦和林俊杰这样的顶尖艺人, 他需要持续输出更多作品,同时逐渐开展演唱会。 演唱会的举办有助于让更多的观众在线下认识他, 弥补了互联网和线下之间的歌链。 从上次演唱会的数据来看, 周深在体育场和体育馆的巡演应该不会遇到太大问题。 但仍需关注二级市场的反馈。 此外,他还需要创作更多项启封了这样的歌曲。 不管是翻唱还是原创。 然而,当前的纯歌手在华语乐坛的生存状态相对困难。 因此周深需要根据市场情况随机应变, 而不是依赖传统发专辑的方式。 不过,周深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, 那就是他独特的声音, 只要声音存在, 他就不会被淘汰。 总之,周深排名提高的原因包括新歌发布, 稳固的底盘和音乐综艺节目的参与。 虽然他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, 但他在华语乐坛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。 希望周深能够继续努力, 实现更大的突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